他說如這個圖 這個是一個矩形 那AB是6 然後這個角 EFC是120 120度 然後他說 這個有D 以這個EF當折線 把它對折過來 對折過來以後 D的話折到V C的話折到C' 也就是說這兩個四邊形 是以EF當對稱軸 這樣折過來 那麼他問說 那麼三角形 B B C' F 它的面積等多少 這怎麼做 因為這一點是折過來 這個是直角 這個是直角 這個也是直角 這兩個互相平行 因為這一段是等於這一段 這一段是這一段折過來 這一段是這一段折過來 好,現在我們看 首先 我們看 這個三角形 會是正三角 為什麼 因為這120 所以這是60 然後這兩個平行 所以這兩個互補 這120 所以這是60 然後的話 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 現在的話 這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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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連角 180 所以這也是60 所以這是一個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 正三角形 好,像這一個正四角形 現在的話 這一邊 它會說是等於6 那這邊等於6 這個是120 所以這也是60 所以這是三十度 所以知道 這是1比2比根號3 所以的話 這是等於 根號少分之1 這個比這個好 是等於1比根號3 所以是根號少分之1 所以是根號少分之這個 這是等於根號3分之6 因為呢 這個比這個是1比根號3 或是這個比這個是3,根號3比1 那這個算出來以後的話 那這個多少? 這個是這個兩倍,因為是1比2 所以這是多少呢? 根號3分之12 根號3分之12 那這邊的話也是根號3分之12 然後現在的話 因為他是對者過來的 所以這一邊跟這一邊一樣 這邊是6 這邊也是6 好,然後現在的話 那 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樣 這一段會跟這一段一樣 我們看 我們看 因為這一段跟這一段一樣 嗯...一定 這一段的話 是這樣折過來變成這一段 好 那這一段 等於那個根號3分之12 所以這一段應該多少? 嗯...6 那這一段可以算 而且喔 而且喔 而且我曉得什麼呢? 而且我曉得 這個是等於多少呢? 等於那個60度 為什麼? 因為這120的話 這也是120 這是60度 這是30度 這30度 這90度 啊 所以呢 這個啊 這是1比2 所以這個是一半 所以這是根號3分之6 沒錯啦 這個跟這個是一樣 這個跟這個一樣 所以這兩個事實上是全等的 好 那這樣的話 這個面積就等於多少呢? 就等於那個底層高 為什麼? 因為這90度 根號3分之6 那乘以多少? 乘以6 它再除以2 所以這是3嘛 那約掉 約掉這1 這根號3 所以這6根號3 所以答案是6根號3 所以答案是6根號3 感谢观看